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老梁啊 不說都不知道 你是從加拿大回來的啊 所以英文很好啦 當然為什麼 當然 那你英文那麼好 麻煩你用英文來介紹一下你的愛妻 當然當然 她 她嘛對不對 她是一個愚蠢 不是 她是非常好 非常好 怎麼剛好聽成愚蠢的 沒有 所以英文不要亂用好不好 真的 我們現在探討呢 就是台灣人愛用英文這方面 那我上次有講過啊 怎麼會說這樣講了英文之後 你知道這就是非常國際 你知道嗎 國際嘛 就是講完之後 自己又要愛用中文的解釋一下 就說我的男朋友非常好 就是很帥的意思 對 那你幹嘛要再翻譯一次呢 對不對 台灣人用英文真的是很奇怪 真的有很大的問題嗎 我們今天呢 就來 歡迎 我們三位呢 演藝圈 最國際藝術的藝術代表 歡迎三位 歡迎 歡迎 當然對面我們要歡迎 這位 英國國代表 歡迎 謝謝 英文堪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語言 不管到哪個國家都少不了它 而今天這些外國型男 將要來糾正台灣人在使用英文時 常犯哪些毛病 你今天已經把你畢生所學的英文都講完 會的都用完了 沒有 而且今天我們的翁芝曼 她要來宣傳她的模式 歡迎 歡迎 終極舞班是9月23就要上映 然後我們裡面是 街舞結合京劇的電影 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 是的 我們終極舞班 大家歡迎 要到Theatre 恭喜我們的曼曼 恭喜終極舞班 那究竟台灣人講英文什麼毛病呢 我覺得有一些現象就是 就像你剛才詮釋得非常好 就不要像說有的人 她真的以為她是從加拿大回來了 她的國語裡面都掺雜了很多的英文 然後還取名叫Vincent 叫Ruby 對不對 非用裝加拿大人 叫Ruby 沒有啊 大家好 我叫Vincent Ruby是英文是很好的啊 Ruby是很好的啊 就覺得我們台灣人說英文有什麼問題嗎 OK 像我剛開始一回來的時候 我打開那個就是之前都會有那種VJ有沒有 就介紹音樂 那陣子很流行 ABC外國回來的 然後剛開始我看到的時候她就說 Yo what's up 我們現在呢馬上要來聽一些 Rate music come on Rate 你說什麼Rate music 你在學Dennis嗎 我在想說 對 WOW 對 然後她們就很喜歡中間見 Yo check it out 這樣子 可是也不會講得這麼的標準 就是Yo check it out 我們現在要聽一些Rape music 就是Rapper 然後我要再跟大家解釋一次 如果是你要講饒舌 請講Rap Rap 因為Rape的話就是 強暴的意思 她們既然自己稱是Rapper的話 我覺得她們如果發音不標準就算了 但是我有看到一個女子團體 她們是就是 嘻哈女子團體 嘻哈女子 然後裡面有一個女生 她是專門那個饒舌的 她專輯裡面自己就寫自己是 Raper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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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當時的搶暴犯耶 然後 然後還有就是像那個什麼 我連在那種知名五星級飯店 在一個很知名的景點 然後她們那個什麼 那個走廊上面啊 連那個標示要跟大家講說 假設你要逃生 然後呢 你要抓住這個繩子 但是她會拼成 也是拼成Rape R-A-P-E 然後我就想說 Rope拼成Rape 對 應該是Rope然後拼成Rape 然後我就想說 哇 我好急 我要逃生還要強暴人 哈哈哈哈 五星級飯店服務 對啊 就是大家都不會去注意這些東西 我覺得很奇怪 要把一些心裡想念的事情說出來 對 沒錯 你說一種許願池的概念 對 凱傑呢 我是有同感嘛 因為我常常也遇到一些 台灣人 尤其是男生嘛 他們一開始就看到我 或是其他的外國人 所以我就是 Yo Yo What's up man Check it out 然後 然後我就會說 我看起來是Rapper嗎 還是黑人嗎 那種感覺 對 然後我還以為這個人 應該是英文很屌 然後我就 開始跟他講英文嘛 然後他就說 不好意思 我聽不太懂 然後又就會Rap 結果到 那種 對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 呃 就那種 明明就是中文很好嘛 中間就是夾一大堆英文 就是這個東西 就不知道他們要表示什麼 好像是 要讓人覺得 喔你的英文很好 要成長他 或是什麼 像我朋友 所以你有跟Ruby聊過天是不是 欸 欸我現在已經 都會這樣囉 我現在不會這樣子囉 我現在都盡量多講中文 就像要約他的話 他們就會 開始講說 這個禮拜我很busy啊 我要去看一下 我的schedule 你知道嗎 對 因為我中文知道啊 我會英文啊 當然知道啊 幹嘛要這樣子嘛 然後他們就會說 還要叫一個you know well 我要先看一下 well 對 對 台灣女生會跟你講說 喔我們要約的話 我要先看一下我的schedule 就我的日記 這個日程表 那you know 你知道嗎 對 對 所以他就是我翻譯這樣子 對 但是有時候用一些單字 還用錯 還用錯 對 對 比如說 我記得我第一次聽到 我要去social 這個字 social 我想說我要去social 我就開始想那個文法 我說其實有點不對 所以我就回去查詞點 因為我也懷疑自己 對 畢竟 畢竟離開每個月一段時間 對 你們所有人都會講 我就開始懷疑自己 然後就發現 social 是一個形容詞 對啊 不是動詞 你們用的好像動詞 就像他們講說 喔這個好有feel喔 我剛開始講說 什麼是好有feel 而且是講feel 對 feel 但是這就是像 如果對我們來說 這就是像 如果要說 我要去帥 我要去漂亮 不是很奇怪嗎 對 還有一個是 很多人就會說 我們今天晚上要去happy 對 對 虛榮詞 對 對 我們今天要開心 要去開心 不然就說 哇你們真的好fashion喔 對啊 我真的很emotion 為什麼是 我很emotion 是什麼意思 應該是emotional 對 就是用的很怪 我們在國外很少這樣用 如果要說 我要去social 我要去 I want to be social 或是 I want to make some friends I want to be happy 對 每天都會happy 所以如果她說 今晚I want to be happy 那就ok 可以了 Let's go happy Let's go happy 就是感覺有時候 他們會亂用一些英文 就炫耀他們知道一些 對嗎 就像這個social 或happy fashion 但有時候遊戲的 談詞真的非常的小 比方說for 秘密就可以說為了 對嗎 像有一次我就 我在一個 就是買鞋子的一個店 那個小售員 他就是說 這雙鞋子 這是否籃球 然後我會說 是甚麼 佛籃球 我以為是否 所以我以為是 是否 是不是 沒有 這是一雙鞋子 這不是一個籃球 這是什麼 這是否跑步 這是否籃球 我覺得他們是想要節省自願 因為他說佛籃球 你就大概知道這鞋子 要打籃球 可是他是要講中文 他就說這雙鞋子 為了籃球 打籃球 而穿要買的 你看多多少字 這樣我就覺得 你才抓什麼 你才抓什麼 為什麼說為了就好啊 真的 其實在亂加那些中文字的時候 會害我們覺得說 這個是不是我們沒有聽過的中文字 對 是否 對 是否 對 你是在講英文還是中文 我有一個英文單字 放在我心裡超久 後來我也是被困難 想說這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你說被困難嗎 你說被困難嗎 很困難喔 對 到底怎麼回事 這不是以為是 不要說啊 你講的這個 我們還有一個中翻 那個把它翻過來的 Long Time No See Long Time No See 這個有 這個有 Long Time No See Long Time No See 這個是廣東話來的 蛤 很久以前就是很多廣東人到美國去 講好久不見 我們這樣是反映的 Long Time No See 我們本來沒有這個 你看太長了 還是隆台東西 台灣人還愛講 Sorry 對 很多 我看到很多台灣人去 比如說他到櫃台會點東西 他說 Sorry 對 可是國外應該是 Excuse me比較多對不對 對 是不是碰到很多人 Sorry跟Excuse me 大家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Sorry跟Excuse me 到底要怎麼用比較正確 好 我來解釋一下 很簡單 Sorry就是如果你有做錯的事情 你才要說Sorry 那如果你要說 結果一下什麼 Excuse me 就是如果你要 不好意思的意思 如果你要打擾人家 你要說Excuse me 但是如果你做錯事情 你要說Sorry 但其實 Sorry就是 美國人不太會說Sorry 就是這樣 為什麼 嘴巴硬嘛 都不說Sorry 你去加拿大 真的耶 就是真的 我還是會跟你說Sorry 你踩到我的鞋子 我還會說Sorry 對 加拿大人都一直在說Sorry 就像我如果跟人家 比如說我在打電話 問人家事情 然後人家講的 我沒有聽清楚 我就會說Sorry 這樣我會這樣子 對 可是我平常真的要點東西 我說Excuse me 或什麼什麼的 但是Sorry是 真的應該比美國人還會多講一點 對 但是我要強調一點 OK 我要強調一點 OK 就是美國人跟加拿大人的差別 美國人會說Sorry 加拿大人會說Sorry 所以有差 Sorry I'm sorry I'm sorry Sorry 而且另外 如果有人過世 我們還是會說Sorry I feel so sorry for you 對 I feel so sorry for you 覺得你很可憐 還是你要講 I'm so sorry for you 這有點BG 對 這有點海灘了 我有通報這裡 Yeah 所以Sorry就是 比較在 道歉的部分 一般你說正常真的用到 借過什麼 或說要叫那個Waiter來 服務生來的時候 對 有些比較機車一點會 他就牽走 對 他就牽走 那機車一點 台灣常講英文 我不能怪你們 因為我們德國人 講非常多英文 因為我們很多 外來語的字 我們直接用英文 或是法文 我們根本沒有德文相關的字 比方說 酷 或是 很多 就相關 運動相關的 或是電影 音樂相關的 我們直接用英文字 所以我覺得很正常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的一個點是 尤其是台灣人 英文非常爛的 很愛用英文字 可是 講好萊塢明星 完全用中文發音 那我覺得 對 對 你知道嗎 現在有一個新的Movie 我覺得很好看 哪一部 就是什麼 布萊德皮特演的 那為什麼你的英文那麼好 你為什麼要講一個 完全聽不懂的字 然後我聽不懂 還怪我 你不知道他嗎 我說不知道欸 是誰 就布萊德皮特啊 搶你地譜啊 搶你地譜啊 有沒有發現 我今天開錄到現在 一句話都沒有講 他完全沒有辦法插入 你講一下啦 蘿蔔汁啊 Julia Roberts Julia Roberts 羅莫子 羅莫子 你原知欺人喔 你插幾耳啊 我插幾耳啊 你插幾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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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啊 Johnny Deep Veck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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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rae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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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開車要往後開的時候 你們一會就 BakuBakuBaku 對吧 Baku是日文嘛 Baku Baku Baku是日文嗎 Baku Lig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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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是你們一樣 你幹嘛叫我 你們還不是一樣 沒有 差很多 剛剛之前講的是說 愛講 但是其實他不見得會講 他有一種是 很討厭的語助詞 你講什麼 Yap Yap Sure 超討厭 語助詞 Yap 問題是 問題是像我 我雖然是 英文非常好 但是呢 不懂是什麼 不懂是什麼 但是問題是 很多台灣的朋友 I don't speak everybody Just one people OK 什麼意思 是什麼意思 不是很多啊 就是一個部分的人 就是不說全部 你就講中文 不要講英文了啦 對嘛 所以啊 我每次遇到新的朋友 就是說 他是日本人 我說啊 你好你好 就是這個人說 他以為是不會講中文 他覺得我不會講中文 他說 Hey nice to meet you My name is Sean OK 你好你好我是孟多 我會講中文 I really speak English Yea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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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講中文 Oh Good You good Oh You are Mandarin very good 聽鐘節目不要這樣 對不起 我氣人 我氣到 但我覺得有時候是 他那個意思是對的 但是那個所謂的那個 情境跟氣氛 不應該用這個詞 所以我常常聽到就是說 SO SO SO就是其實有點像 翻白眼這樣 SO 應該是那種時候用的 但是很多人把它拿來做說 然後呢這種語助詞 因為我們常常 REGAL嘛 REGAL 比如說我跟那個製作單位REGAL REGAL說 其實我們那時候去國外旅遊啊 好好玩喔 SO 那就對 因為他那邊很多人 很多外國人 好難去耶對不對 很難去耶 SO 我說沒有就很多 你也知道我們剛剛 從那個台灣去的話 很開心 SO SO 他說 沒有啊 不是啊 我覺得很好笑啊 我說那你覺得哪裡不好聽 我說沒有沒有 我覺得很好聽 他應該是在叫他旁邊的人 SO SO 對 他覺得SO是然後的意思 他想要聽更多 但是他不知道說日本其實 口頭用語SO是這種 SO 就感覺這種不以為難的感覺 就那種酷耶 情境搞成 SO 老娘在摔你這種 另外還有一種女生 尤其是女生很愛說 Oh Jesus這種 對 對 尤其是那種住海灘的那種女生 最會的 對啊 我說我拿那個什麼 今天拿那個所謂的包包 Oh Jesus 對 耶穌跟你有那麼熟 是明明打香的對不對 對啊 拿那種平平在那種女生 那種女生去 一直在那邊 很奇怪耶 我看到他們驚訝 他們也不會摸 Oh媽祖這樣 對 叫氣勢 你莫娘 你會這樣講 Oh你莫娘這樣嗎 對 很快 還有一種更誇張是 那個 如果他們你們在談天就還好 如果是遇到在親密行為的時候 那更糟糕 也可以用這一句 耶穌是要想看嗎 對 然後他下去的時候 那女生就 Oh Jesus 馬上當場 我跟你講 所有男人都會忍掉 還有會連續叫的 就是那種會 Oh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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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d 這什麼時候講的啊 他媽真的那個 那個角度比較寬 Oh my God 直度大一點 真的可以出一場 Jesus的五十道音 真的 每個人都會叫他 奇怪了 每個人都叫他 安卓是基督徒嗎 是 在美國是不是其實 大家用這個Jesus 不會小心一點 對 這個 其實大部分的基督徒 不會亂說 對 所以比如說我自己 我不會說Oh my God 我會說Oh my God 因為這樣我不會說 上帝的名字 我會說Oh my God 對對對 我覺得台灣人 愛用一個字 但是用很討厭的一個口氣 是OK OK OK 不是講OK 我們看一部電影 然後裡面是一個笑話 但是我發現 那是美國電影 那個笑話 我覺得可能 沒辦法翻成中文 所以我問我一個台灣朋友 那個笑話 你剛剛聽得懂嗎 大家就說 我當然聽得懂 我不是Bandon OK 我 最後就這樣 對 OK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 你們討厭啊 有些人說OK 也真的 OK OK 不要這麼 連OK能不能簡單 把它說成這個樣子 為什麼後面要加一個OK 當然OK啊 我們要怎樣 OK 好怪 Ruby的英文就很好 而且她人也很好 可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在節目上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人是怎麼了 為什麼 怎麼了她怎麼了 因為她就會開始講一大堆 就是中文就出來了嘛 然後突然就是講那種 OK you know like oh you know 對 她阿民很常跟我們聊天 她就會說 you know oh you know 我說 這半天 而且你知道嗎 我有試過就是 不要講那麼多的英文的話 我就會 整個會卡住 對 真的會這樣子啊 有一次我們去說鬼故事 大家已經講得很恐怖了 她說 怎麼辦鬼要出來 她說 這什麼鬼故事 她馬上跳出那個情景 對 在中文英文有編了自己的意思 然後我有想到四個例子 第一個就是Ruby她有提到 就是那個feu OK 但是 但是你寫這個字Fu 在英文的 在英文裡面 是罵人的話 這不好 你不能說 你不能寫Fu 就是罵人的意思 對 然後這個feu 這個用法有點不太對 就是在英文會說 我覺得 I think this song feels good 對 就是這個 很有feu 對 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It's good for you 就是 對你好 It's good for you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 那個 嗨 嗨 你知道嗨嗎 嗨 哇這個演唱會超嗨 對 超嗨 但是在英文嗨是不一樣的意思 就是 比如說你抽大麻 然後你去嗨 很輕鬆 美國的嗨是跟毒品有關係 對 如果我說 我去那個 就是大家在那個演唱會都有 你知道嗎 我後來 我有想過這件事情 後來我有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說不定他們真的 就在講真的是很爛 對 你都幫我取代 你會明白 就是說不定他的意思 你知道我意思嗎 對 對 我知道你意思 對 然後還有什麼 就是 你可以幫我Call一下嗎 好 什麼是Call 是Copy Call一下 Copy 為什麼要把它剪短 幫我Call一下 幫我Copy 對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太Over了啦 太Over了啦 太Over了 太Over了 對 但是在英文我們平常會說 Over the top Over the top Or我們平常會說 That's crazy Or that's ridiculous 可是你不覺得我們比較簡短嗎 對 用的很 有效率啊 有螺絲的朋友聽了也不高興喔 也沒有還好 就是有時候我 跟朋友在用FB和Line 那我第一次在台灣發現 我朋友常常開始寫 然後就完全不懂 然後我就Google 我想說 RNG是不是一種料理 我可能沒聽過 然後我就Google RNG是什麼 那後來我就說 RNG沒有料理 那之後有第二次他們寫 看電影 RNG 我就說 我Google RNG電影 我就說 有一部電影叫做RNG 那後來朋友解釋我是 Present Continuous的 就是RNG 現在進行 然後我就說 這樣很奇怪 為什麼不寫我現在在吃飯 或我 在吃飯就可以 就很快啊 就很快啊 對不對 我就覺得怪怪 那現在就是 每次FB和Line 他們都會就是亂用 我覺得這樣不好 因為 你可以直接說我在吃飯 也一樣短 我覺得 對 我完全懂你的心情 我也看到他們 他們喜歡寫那個 ORZ 對 ORZ 因為我們寫ORZ Oh my God 不是酒的意思嗎 不是這個嗎 它是ORZ真的很好 ORZ 酒的意思啊 ORZ不是這個嗎 就是ORZ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ORZ是會在你 對 就是你如果把那個ORZ 這樣反過來 就好像一個人這樣做著 喔 無言的意思啊 他在那裡 還有第二個他們就說 好的 好的 然後就一開始 就 我一看好的 我就覺得 他們是不是 在打羅馬拼音 因為在大陸有羅馬拼音 是好第一 然後我就說是好的 那後來 他們一直寫R 我就說他們是不是要 好第二 是不是沒有寫那個A 我就想說是好第二 那後來發現是 一個好的 還有一個用詞啊 就說 我GG了 對 我GG了 這個 這個害我嚇到 因為我之前 因為我在台灣讀大學 然後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要考試 然後我旁邊這個朋友 那個考試 一上桌子的時候 他看一下他就說 他就看我說 GGG 我說 蛤 跑你的GGG了 GGG 我還看自己 後來發現 他是在講 GG GG了 意思就是完蛋了 怎麼來的啊 這個是 這個是電動來的 因為英文 英文它就是 意思就是 你已經被打到了 可是已經 沒辦法 GAME OVER 打得很好了 對 但是我們是講 GOOD GAME 你們是講GG 其實 我們問什麼啊 GG啦 我們就是很 我們就是很 我覺得很可愛啊 對啊 我們就不想要說太多了 對 還有一個是那種 BJ4 BJ4 我根本這一開始看到這個 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因為即使在英文那個BJ 在一起也是有 也是有 對啊 所以你看他應該有開心嘛 還有四次耶 對 還來四次 像我自己很喜歡那個 英國人的發音 對啊 那你們有聽過 對 溫文如雅 那你們聽過哪些國家的那個發音 你是覺得比較有趣的 是我覺得那個法國人 因為法國人的那個很多的字 單字是跟英文是一樣的 只是他們有自己的發音嘛 可是因為法國人不會發H 對 所以你知道有一次 之前有一次就是 我有跟那個法國人 就前男友他 他是法國人 他就有一次跟我講說 You know I'm just Right now I'm really hungry 我就說 他到底是餓了還是有氣的 你餓了嗎 你有沒有你在生氣嗎 他說 No no I'm hungry 然後我就說 我還是聽不懂 後來我才知道他在講是Hungry 但是他H不會發 就很怪啊 對 我有以前的那個法國 以前在瑞士的那個教練啊 老師 跳高的教練啊 他也是都不會發H 他是法國人 所以他每次都說 I jum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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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要說high jump 對啊 他講不出來 而且你知道像那個H不發 然後他們的OU 是發U的聲音 所以他有一次講說 Oh let's go to the Oos 蛤 House House 它H不發音 OU又變U 然後他就 就是發音就很好笑 我就覺得這個還蠻特別的 有時候我們去泰國 有時候他們或這種東南亞國家 他們其實那個 在五星級飯店的時候 其實還蠻奇怪 有一次我就去泰國 曼谷那五星級飯店 然後他就櫃台 就一直打到我那個 那個房間裡面 就說 我說我雜誌放在 DOWNSTAIR DOWNSTAIR You left make a sing 我說我把那個雜誌放在樓下 沒有我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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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a sing No book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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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yes you do You do 就這樣搞了三十分鐘 我聽半天說 每個 sing真的沒有 雜誌怎麼可能放在下面 我只是說下去 吃個早餐而已 就好啦好啦 忍不住他就一下去看以後 發現才知道 他原來每個 sing是講什麼 講 是因為我有一個 吃通通的藥 Medicine Medicine 因為我有一顆那個 吃通通藥 在那個吃早餐的時候 放在那個上面 忘了拿 他說 Megasin You forgot make a sing 就其實是Medicine 對他們裡面那個ch 有時候也發不太出來 是嗎 我們要問一下泰國代表 夢多 基本上 對就是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就是那個 除了沒辦法 所以 A B C D E F G H I J K A M M O B Q R S T U V W X Y Z V V V不是V 我們是V 什麼是V啊 Z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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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ian Vivian 那日本人真的R發不出來嗎 我會 V發不出來吧 就是當他有說L他會說R 是嗎 你叫Ruby Ruby 你先捲在那邊等 你舌頭先捲在那邊等不算 不用自然的 不用自然的 一般日本人 日本人會 Ruby Ruby 有一個是母語是英文的國家 還有我也聽不懂 蘇格蘭 他們的英文連旁邊英國也聽不懂 真的 真的 超級重 我就跟一個蘇格蘭的朋友Skype 你們講Skybee OK Whatever YouTube YouTube Skybee Whatever 然後 我就跟他Skype的時候我就問他說 那你們蘇格蘭有什麼特別 他說 有 我們有 Healing Q 什麼是Healing Q 我說你可以評出來嗎 他就評 Highland Cow Highland Cow Highland Cow 所以他們一個地區 Cow就是牛 然後他怎麼唸 Highland Cow 他說Healing Q Healing Q Healing Q 鬼念得動喔 You got the healing Q here in Scotland 超級不一樣 好像 然後我們就結束的時候 就說 It's fun skyping with you 他講 It's fun skipping Skyping 什麼 什麼 什麼滑板耶 其實澳洲人 口音重一點也真的聽不太懂耶 澳洲人 澳洲 還好 這個人是完全聽不懂 他講什麼 你是不是走投無路了才跟他聊天 沒人聊嘛 對 他的Skype音 出了Skype音 Sky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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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是那個 印度 我覺得他們的英文 我覺得超好聽 對 我覺得超棒 很喜歡這些印度人的英文 另外一個就是 日本人 OK 我很喜歡日本人 我很喜歡日文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他們的 他們的 英文的字 變得好奇怪 我有準備幾個例子 然後 夢多會幫我們唸 OK 第一個是 Sexual Harassment 我現在知道夢多來的功能 這個意思就是 心騷擾 那 這個日文怎麼唸 這個你應該常唸 常用嗎 會唸的 日文 對 Sexual Harassment 蛤 Sexual Harassment Sexual Harassment 完全不同 我們日本人 直接不會說 Sexual Harassment 就是 當然聽得懂 Sexual Harassment 但是我們剪短 就是Sexual Harassment 那這跟我們剪短什麼 對啊 對啊 你剛剛在那邊罵半天 Cexual Harassment 好奇怪 哪有奇怪 但是聽得懂吧 Sexual Harassment 因為Sexual Harassment 因為Sexual Harassment 這上面要剪短 因為常用嗎 大家去東京 一定要去這個地方 就是 Disneyland 對對對 Disneyland 那這個這麼唸呢 Disney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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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不一樣 那你們唸給我聽啊 Disney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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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the deep girl the same We are same 那我們來問一下 我們來問一下 我來自加拿大的Vincent 怎麼唸 Disneyland 沒有 問我幹嘛 問他 為什麼你們後面都要加個O啊 不是哪有 你們也會啊 Disneyland Disneyland 為什麼要加後面O 哪有加O啊 沒有 Disneyland 為什麼有那個D Disneyland 為什麼是D Disneyland Disneyland 沒有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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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聽不去啦 我真的聽不去 哪有 你們也會在L後面加一個O 好奇怪 你們說L 為什麼 那是他們 你們也會啊 沒有我跟你講台灣人 我之前遇過一個問題 就是 像他明明比如說像 我有一次去那個什麼 一個Mall裡面 就是 我想要找那個Starbucks 然後我就問那個 Information的那個女生 然後呢 他就說 對 我要講那麼多 因為我不知道Information的中文是什麼啊 資訊不是嗎 你不用講完再翻譯中文真的 服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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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就去問服務台的女生 我就問他說 請問那個 你知道Starbucks在哪裡 他說什麼 我說就是Starbucks啊 弄咖啡的 他說 你說 我說 Yeah Starbucks在哪裡 你說 他就一定要堅持 就是 就是我講Starbucks他聽不懂 一定要講 死搭罷克死 就念發 對啊 還有那個啊 那個咖啡 英文 對我最後一個 他們的咖啡最誇張 OK 就是 Coffee Coffee or me 然後日文這門 Coffee 哪裡不 等一下 你要再去找啦 我現在沒有說 我是認真講哪裡不一樣 再一次 Coffee Coffee 完全沒有說出來 我跟你們講 美國的拼音是 Coffee 台灣的拼音是 Cof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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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一樣吧 日本人 日本人 連他們的文法 英文的文法也很有趣 你們是不是自己有編過啊 自己改編過是不是 沒 我台灣有一個日本的朋友 然後他就是剛學會自我介紹 我說 How are you I'm fine and you too 他這樣講 And you too 好 這個很好 就是你呢 你也好嗎 這OK啦 但是剛好那天 有另外一個朋友在我們旁邊 我就說 How are you 他說 I'm fine you too 我說 I'm good 然後看我另外一個朋友他說 And you too too 沒有人這樣吧 Totot 他有啦 這個不能這樣用 我常常這樣用耶 You too too 你啦 不能這樣用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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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too too 不是 這是阿翔說 你的口臂不用翻嗎 是嗎 你好嗎 我很好 你也是 你爺爺是嗎 一樣啊 我爺爺也是 對啊 一次啊 還有那個到日本也是啊 廁所也是 永遠講那個 那個什麼 Bathroom 他們永遠說 聽不懂 我那時候去日本 因為那時候很久以前 第一次去日本的時候 然後我就很正常說 就到一個觀光景點 然後我一直找廁所找不到 我想說那問店員是最清楚的 我就到一家店裡 就說 Where's the restaurant 我就用Restroom 然後可是 就沒有人聽得懂 然後我想說 欸 然後我後來就想說 一個詞就好了 我就用Restroom 然後他還是聽不懂 後來我就說 Bathroom 可是他也聽不懂 後來我真的急了 因為我真的很想上廁所 結果他就去找另外一個店員來 可是我講的事情 但是他還是不懂 後來呢 直到後來我才知道 他們都是用toilet 而且你講toilet 你講toilet他還聽不懂 你要講說 toi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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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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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說toilet聽不懂 直接講是toilet 而且剛剛你說那個restroom對不對 我聽著那個餐廳耶 Restroom Restroom 很好 Restroom 那你要講是一個一個是toilet toi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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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說toilet 日本人教你英文耶 你們都可以去學習 對 學學英文 對啦 那俄羅斯的英文是好的嗎 對啊你們好嗎 我覺得 說實話 俄國人的英文也不太好 就是口音很重 所以比如說 比日文好 很多 日本人好 對比日本人好 好很多 美國電影都一直笑我們的口音 就我們俄國人都是壞人 然後都 I'm from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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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ome from Russia I come from Russia I'm the bad guy in this movie Russia 你怎麼有點印度人 Russia Everybody is happy Happy Sarsha 我覺得沒有 其實他的差別其他的國家 講英文當然也有口音啊 不能怪他們 可是至少我們聽得懂他們講英文嘛 我們不知道他們不講自己的母語 但是我們去日本的時候 我跟夢露的朋友 我們跟他們 我們跟他們一起吃飯 你知道嗎 我們坐在那邊 然後他的一個朋友 就跟我聊天 然後我一直跟他們說 欸夢露你可以幫我翻譯嗎 他說翻譯什麼 他一直在跟你講英文 我以為他跟我講日文耶 完全聽不到 我那個朋友 他想說他一直講英文 他們還是聽不懂 所以他就開始用日文來講 他想要喝奶茶嘛 牛奶 喔牛奶 牛奶 牛奶 你剛剛講迷了個T就好了啊 這個明顯是他的問題 第三次世界大戰 每日會打起來 我說真的喔 因為比較起來 我說真的 韓國人的比較誇張 欸 講到韓國 我真的以為韓國人 大家都會講英文 沒有 沒有 完全不會 而且我在那個 在那個韓國的時候啊 因為我說 我跟他們說 我要去賣蛋啦 所以就是 那時候我不會講韓文嘛 所以就是簡單的英文 我跟他說 I want to go McDonald's What? 啊!啊! I know! McDona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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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君敏詹 你在是嗎? Starbucks 真的啊 他們的英文是這樣喔 真的啊 McDonald's Starbucks 沒有 因為是我那個 是那個Pusa 那他們就是 McDonald's 不是 他就是普三來的啊 對啊 我是Teg A McDonald's 那你們說Starbucks 快點 你說日文嗎 沒有啊 就是你 對啦 日文 反正都一樣 Starbucks 然後我韓國的那個人說 Starbucks Starbucks 是嗎? 不是 我們韓國是 Tabax 一樣啊 這一段就是 五十步校版 對 左邊叫右邊 對 對 但是剛剛以上都好笑的嘛 是 可是有沒有一些台灣人啊 講的英文 可能會讓你覺得 不舒服 已經到不舒服 已經不開心了 好美送 對啊 有啊 我那個 我之前就是有聽到 有外國人跟我講說 我覺得台灣人就是為了想要表達自己 比如說是比較 有人情味啊 可是他們講話的方式就會其實是非常的 會讓人家誤會 然後會不舒服 像比如說 如果用中文講 欸 你最近怎樣 發福咯 就覺得是因為我們兩個夠好 感情夠好 我覺得反正就是這樣子講嘛 就打屁的感覺 但是它硬要翻成英文就變成說 為什麼你這麼胖 對 真的 就基本上講成英文就是 真的嗎 為什麼你這麼胖 那我感覺是 在質疑你說 你為什麼會胖成這樣 對 因為你們那個字裡面有幸福的福 就聽起來比較好聽一點 對 對 然後可是所以就是 然後他們永遠 聽到這句話的人 就是外國人就永遠不會覺得你在 展現自己的人情味 只會覺得說你怎麼會很 Rude 他們其實不是故意的 就是他們是害怕 不知道要怎麼講 然後表示出 外國人來跟你講話的時候 因為外國人有些很熱情嘛 Hello How are you 然後可是有一些比較害羞 他就會躲起來的時候 然後甚至不理會 就會讓別人覺得台灣人很沒禮貌 對 沒禮貌 然後要不然就是用錯誌 Sorry Here Clean 這樣 就會讓人家覺得很沒禮貌 太直接了 對 我也遇到一個是讓我覺得有點不禮貌 他就是有一個台灣朋友也是 像Ruby很愛 採一些英文單字 不是 你沒看到 我會跟他講過好不好 對 然後他就是 他講一句話 讓我有一點不開心 他說 你會覺得很丟臉 因為你這樣講 好 你如果私底下講 OK 但他是在 人走 就是一群人 直接講出來這樣 然後 因為我們就是 外國人是 五官比較深 所以黑眼圈比較明顯 所以他就看到說 Are you sick 這樣 然後大家就說 不敢靠近你 你會覺得很丟臉 你怎麼可以這樣講 台灣人可能講 現在覺得不舒服 對 所以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其實你就可以 你最好就是 Are you okay 還好嗎 對 這樣就好了 對 我遇過也是一個很誇張 就是跟一個那種 所謂的假老外 就是 明明是 假老外 就是那種 假裝是國外回來 但我感覺他那個 英文不是很流利那種 反正就介紹 而且是剛認識 在那邊聊天 然後介紹一個派對認識 他怎樣怎樣 你叫什麼名字還好 後來他就電話響了 然後電話響 一般我們就說 不好意思我去接一下電話 他偏偏要用英文 然後就這樣 看到以後說 Stay 然後 Stay 叫我Stay 他的意思可能叫我說 不好意思我接一下電話 應該是說 Can you wait for a minute 這樣子對不對 他就叫我Stay在那邊 不要走 你以為我是狗對不對 對 Stay 握手 握手 握手對不對 然後他跟你講說 Good boy Good boy 他其實應該是叫我說 不要走 他接一個電話馬上回來 但那個Stay的用法 就是完全用 那是給狗用的 那請問如果這個情況 應該要怎麼說 我有 一模一樣的例子 但是沒有那麼慘 Stay 這個很不靜靜的感覺 因為一分鐘我去一個餐廳 然後有那個服務員 我覺得心裡覺得 太棒了 我終於可以連我的英文 對 所以我就 我就跟他說兩位 然後他就說 Wait 就走了 OK 這個又不太對 太簡單了 不禮貌 對 至少你可以說 Please wait 這個OK 但是如果你說 Wait please 這個也沒有那麼禮貌 那如果剛才像他講到這樣的 就是講到 OK 最好就是 Just a moment or just a second 對 然後如果講Stay 我們不會Stay Stay你個頭啦 你走了 對啊 實驗很不禮貌 一樣的 來來來來 當然他們可能會說 Come Go 一樣就是 太小的 Come here Go over there 什麼 Go 對 明令的感覺 因為我們在英文很要求平等 平等 對 然後因為這個平等的關係 我發現就是 如果我誇張別人 他們都會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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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Oh your English is really good Yeah Yeah 對 對 但是 但是 很多唐人他們說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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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但是其實這個會讓對方不開心 因為 我有稱讚你 然後你拒絕我的 我的讚 所以我的態度是對的嘛 不是 在日文裡面 No是Yes Yes是No 所以你講Yes是對的 它就是它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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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如果你這樣講的話 你應該是說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這樣嗎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前輩一點 你可以說 Thank you But I still need to keep practicing 什麼的 對 你要先接受 然後你可以說 你的決定 因為台灣人讚美他 他說沒有啦 沒有啦 過癒了 過癒了 我覺得另外一個是 台灣人常常犯的錯 就是這個字 What What 就是有時候 對 可能在中文的話 是什麼意思 吃什麼 然後就之前有遇到的一個事情 就是我朋友就約我去吃飯嘛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今天晚上下吃什麼 然後他說 What 然後我就以為他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那我再講一次 你今天晚上下吃什麼 他說 What 他是這樣問我說 你要吃什麼 你懂我的意思嗎 而不是說 你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如果開會的時候 有一次在開會 然後已經降了一大堆東西 然後突然對方就問我說 Do you understand 然後就是感覺就是 我當然 聽得懂啊 然後我們已經聊了那麼久 感覺在諷刺你對不對 對對對 有點就是 像在跟小朋友講話 對對對 那種感覺 Do you understand 而且其實可能口音沒有那麼標準 所以可能會 調一點點 所以更會有那種諷刺的感覺 但可能就是 Do you know what I mean 就是 You know 就是後刻一講 對 就像我有時候我也覺得 因為我有時候會講 Do you know what I mean 可是我不想要這樣講 因為聽起來很討厭 所以我就想說把它翻成中文 但中文聽起來也很討厭 你懂我意思嗎 對 你懂我意思嗎 聽起來還是很討厭 可是其實你懂我意思嗎 這在台灣也是沒有很有禮貌 對啊 那你跟我們的工作人員 雷搞得多於沒有沒禮貌 懂我的意思嗎 你懂嗎 你懂我的意思 都是你們沒禮貌了 因為你就是聽不懂啊 對啊 你真的看得懂中文嗎 懂嗎 懂意思嗎 我做這個節目已經兩年多了 怎麼聽不懂呢 欸 夢霸 那你看得懂中文 你就應該看大字報有Cue到你嗎 Do you understand 跳出來幹嘛呢 對啊 我覺得有時候也要特別小心 在台灣很多人就用作 教別人black 比如說我有一次跟一個美國人吃飯 那我遇到一個台灣朋友 那我呢 因為在中文你們會說黑人 所以我那個台灣朋友一看他就說 哇 你很黑 喔 我覺得這非常不禮貌 黑人在美國 就是他們很看重他們皮膚顏色 只有黑人能講這個 但是如果是非黑人講 這個他們會非常生氣 那如果是像他剛剛講的這個狀況 我們要怎麼 可是這個剛剛講 可是白要說什麼講 而且他不要提到就好 因為其實我自己我住台灣一陣的時候 這個我不會讓我生氣 因為我發現有一些台灣人他們會 忍不住 他們說 為什麼你這麼黑啊 因為他們很好奇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跟 有一個每個人坐飛機到台灣 第一次來 然後有人說 哇 為什麼你這麼黑人 黑人 他們會非常生氣 對 英文真的不要亂用 對啊 最後時間再交給我們的翁子曼 嗨 好的 我的電影終極舞班 就是9月23號就要上映 裡面有很精采的街舞 還有劇情也都很感人 希望大家會多多支持喜歡 9月23號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8月23號下次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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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 而且 安瞭